两同学 你说 掉头 好的 掉头 正在调整行驶方向 你好同学 你好呀 帮我点杯咖啡 好的 这些不再是对未来的想象 而是已经被智能座舱实现的功能 在中国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3600万辆 新车的智能座舱渗透率攀升至73% 现在的汽车已经是主数的冷冰冰的交通工具 它正在成为一个更了解我们需求的智能伙伴 欢迎来到超级AI研究所 以AI的视角解码现象背后的先进技术 本期一起来看看 智能座舱这些神奇功能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技术支撑 还记得以前的汽车座舱长什么样吗 提供少量基本数据信息的机械仪表盘 简单的音频播放设备 几乎全是物理按键的中控台 按一下开 再按一下关 只能机械完成任务 2012年 特斯拉Model S发布 搭载的17英寸超大中控屏 改变了用户与车辆的交互方式 成为智能座舱发展的重要启蒙者 之后 各大传统车企和新势力纷纷跟进 第一代智能座舱 搭载了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 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 迅速变得流行起来 减少了传统的物理按键操作 让人车交互更方便更自然 不过 第一代智能座舱还是差点意思 比如屏幕触控 有时候会增加开车的风险 语音交互 有时候也会因为识别不准 把打开车窗听成打开天窗 APP只能以分装形式进入车辆 智能车载的应用少得可怜 而现在的第二代智能座舱 AI和大模型上车成为热潮 有了各种AI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帮助 车内的交互方式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智能座舱变得更懂领和主动 正在快速演变成我们的第三生活空间 全球关于智能座舱的设计理念存在的差异 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产品体验 以欧美为例 智能座舱深受极简主义影响 兴奋Lessis More 特斯拉是这一理念的典范 所有交互和功能高度集中在车内的中控大屏上 界面整洁 全车交互类型相对比较少 让用户享受简单而极致的体验 而国内的智能座舱则更倾向于功能的多元化 网友戏称车内配备了冰箱踩电大沙发 丰富的场景体验 让用户在车内就能享受从出行到工作 再到生活娱乐的各类服务 总而言之 智能座舱的背后是多种AI技术的融合与协作 从坐进车内的那一刻起 汽车就不仅在看路 也在时刻看着你 多摩碳模型的应用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让智能座舱理解你的需求 智能座舱也学会了察言观色 通过捕捉你的表情与动作 系统能识别疲劳状态并及时提醒 3D数字人技术和多摩碳感知技术 让车载助手不再是冷冰冰的语音 更能用丰富表情和动作提供情绪价值 它还会通过衍生和动作跟你确认指令 强化人与车之间的情感连接 大模型也让智能座舱变得聪明起来 它会记住你的习惯 自动调整座椅 后视镜和空调 让你每次上车都能找到最舒适的感觉 它提升了语音识别准确率 在嘈杂的环境中准确补捉你的每个句话 它还能记住上下文实现多轮对话 当提问附近有什么好玩的 再追问哪个评分高 它能准确理解意思并直接推荐最佳去处 真正实现了看懂人听懂话的交互体验 智能座舱不再只是简单语音控制 它也学会了抑郷需求 利用通一大模型打造的智能座舱AI大脑 将部分AI能力附属在车端 在本地就能处理语音指令 即使在信号不佳的隧道中也能流畅响应 同时将复杂计算放在云端 实现其他更强大的AI能力 前段时间 通一 白马 高通联合发布的端测多模态大模型解决方案 甚至在车里就能完成90%的任务执行 白马执行以System Agent作为招呼主入口 通过日常对话即可调用不同Agent 打通办公搜索生活服务等应用 在不同场景中提供贴心服务 以AI外卖为例 用户在行车途中说出 我想吃附近的穿菜 System Agent即可语音识别分析需求 由本地生活Agent调用恶伦的数据筛选餐厅 自动完成无感支付 并根据车辆行程规划送餐时间 最终人到 车到 餐到 如果开会时 车辆驶入信号不佳的隧道里 车甲助手能帮你离线餐会 实时记录 抵达目的地后 再把会议纪要发送到车甲屏幕上 当车辆电量过低时 不仅会主动提示附近充电桩 还会根据用户习惯 交通路况和充电桩使用率 推荐最佳充电方案 并提前帮你占装 这背后是通过多买才融合感知 多意图理解 自主规划 调度执行任务 为用户提供主动式服务 真正实现 No Touch No App 智能座舱的发展 正在逐渐打破 车与生活之间的边界 大模型也在重构车内服务生态 它能够将不同App的功能 单独拆解 再根据实际应用场景 灵活组装 在未来 或许还能无份连接 其他智能设备 在车上就能控制家里的智能家居 这种生态融合的能力 也让汽车逐渐成为第三生活空间 智能座舱 正在从代步工具 蜕变为一个能感知 会思考有温度的移动生命体 每一次出发 都让我们充满期待 快来关注超级AI研究所 让我们一起用AI视角 看懂世界 点名托 杊